花蓮市竹雨夏令营 一連三天在吉安部落野学基地举办 市长威家燕也专程前往 关心孩子们的学习状况 并颁发结业证书 她表示文化是语言的根 透过夏令营 希望让孩子们认识并认同 自身的传统文化 也了解祖先流传下来的智慧 增进竹雨的能力 花蓮市竹雨夏令营 一連三天在吉安部落野学基地举行 市长威家燕特别前往 关心孩子们的学习状况 也颁发了解业证书 她表示希望透过夏令营 让孩子们认同自身传统文化 也了解祖先流传下来的智慧 也增进竹雨的能力 这次到我们野菜营 也是我们举办了 竹雨夏令营的第二天 在这边我们期许我们所有孩子 除了认识野菜以外 也希望说在这几天能够学到的 我们所有部落的传统文化 让他们谨记在心 也要了解到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传承 我想所有的孩子们可能都不太熟悉 但是经由这次夏令营的部分 都能够了解 再次也要谢谢我们今天所有的老师们 以及我们公所的同仁 金贤科长 以及我们所有原型科的同仁们 大家都辛苦了 孩子们非常的活泼 让他们在能够学习的阶段 认识更多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那我们在原型科的这个部分后 未来也会推展很多的 我们有关于部落跟原住民文化的活动 我们会持续的让我们部落的一个文化 能够向下扎根 看到市长到来 小朋友们演唱歌谣 用主语呐喊对呼 分享学习心得 而午餐则是由孩子们 人流在竹筒里面放入炙热石头 加入多种野菜 烹调成美味的火锅 市长也和孩子们共享午餐 品尝大家对野菜植物的学习成果 最主要是我们带领我们的那个小朋友 认识除了野菜的知识之外呢 还有原住民的有关于传统的一个狩猎 以及陷阱制作的技巧 另外呢 我们其实还有一些 如何摘取野菜跟辨识的那个部分 然后还有试剂野菜生长的一个状况 那希望能够让学生呢 能够在自然环境当中呢 能够透过这样的学习 让他们亲身通过DIY体验 真正接触吃等等的 过程当中除了竹语一旁的竹语老师 在协助之外呢 希望能够让整个过程当中 能够真正学习到原住民的一些 阿美族的一些传统的野菜啊 包括生活技能这样 围棋三天的营队 有20位国小2到6年级小朋友参加 在文化新传师的带领之下 走入野菜园 认识相关知识 栽取野菜辨识 世纪食蔬的生长状况 还有传统狩猎陷阱的制作技巧 让小朋友们亲身体验 很多未曾品尝过的原生种蔬果 还认识了他们在传统阿美族的食疗作用 这里会 吉安相报道 吉安相报道 给旺你调查